大家好,给大家介绍一下人和科技迈充压拍机的安装原面板的使用 首先我们介绍安装收到机器后 我们先连接压拍机的电源 然后我们连接压拍机后面的高压气管 气管的一头用力的插入接口 轻轻的向外边拉一下,拉出来那就安装好了 然后我们把这个气阀打开 气管的另一头接入空压机 打开空压机的气阀开关 然后我们准备把机绿条扳手 将这个位置固定螺丝拆掉 这个螺丝是我们压开机刀头发货过程所固定使用的 对压开机使用没有任何意义 然后我们检查扫盘的这个位置 如果有固定的扎带或者是固定的绳子 我们将它解掉 机器安装好后,我们首先打开电源开关 等待机器启动 然后机器启动后,我们首先进行超车面板上的进入 然后我们可以看到超车面板上有几种模式 一个是自动运行,一个是手动操作,一个是设置,一个是故障查询 我们正常的模式是自动运行 点击自动运行 机器就可以同时按两个按键正常启动了 然后这个面板里面有三个选项 一个是平台固定,一个是平台移动 平台移动就是托盘 在外边 托盘固定就是托盘固定在里面 有一个CCD切换 CCD切换就是切换屏幕的上下镜头 然后我们看一下设置 设置里面有几个参数 一般的温度我们是不需要去调节的 然后有一个转带时间 转带时间通常设置一秒 就是每次工作以后它转带一秒 然后转带次数一般设置到3到5 就是每工作5次它转带一秒 然后我们看一下手动操作 手动操作有很多按钮开关 这个需要我们对机器很了解 如果需要手动操作的话 请联系我们售后 然后我们看一下故障查询 故障查询当我们机器有报警的情况下 故障里面会有反应 我们比如说按一下急停按键 然后故障查询里面就会有 报警急停按下 急停按下的时候 机器是不能正常启动的 我们把急停按键打起来 它报警就消失了 这就是整个面板的操作 通常情况下我们调到制动模式上就可以了 然后我们来看一下机器这边有两个调节旋钮 这两个调节旋钮是调节镜头亮度的 我们选调节旋钮可以看到镜头里面发生变化 通过这两个旋钮可以调节左右镜头的亮度 然后这个是压力表 这个是调节压力的台下方 通常压力的话就是180-200压度的屏幕 然后看一下下边的操作密码 两边有两个绿色的充电 当我们需要启动机器的时候 同时两个绿色按键机器启动 急停停按键就是 如果遇到突发凌晃 想停掉机器 把进行按键按键按下去就可以了 但是我们正常状态要把这个按键打下来 黄色按键是吸气再关 我们评屏幕最好位置以后 通过黄色的吸气概要管 可以将屏幕固定 按照比超出密码的介绍 请你到这里 科技有限公司压拍地压曲面屏 首先对位 最好位置以后我们启动机器 压曲面屏一刀就可以压下来 然后以后我们测试一下 这样子到这里 对位置会说 这样子议料想要看 就这么多了 an不够吃 对位置 都不够去 但就挺好 对位置 平面屏 对位置 最后 好 对位置 好 好 好 现在显示OK显示正常 然后我们这压触摸板 触摸压好这开始 我们排线上已经上好焦了 用我们的装运工具 最好位置后我们能启动机器 测试一下显示和冲 测试一下 这个屏幕有两个压伤点 把它出摸 出摸是完全没问题的 我们这里是人和科技有限公司 如果大家想了解 贴合压排 还有曲面屏技术 可以联系我们 感谢观看 感谢观看